李鸿1962年出生 江西南昌人 现居住在广东佛山 李鸿自幼喜欢体育运动 从小学到大学 他都是校足球队和排球队的队员 大学期间 李鸿的田径达到三级运动员水平 2003年 李鸿开始参加登山运动 2007年 他登顶了世界第六高峰 8201米的卓奥有峰 也因此达到登山运动健将标准 为了练好体能 保证登山时的安全 李鸿还参加过几次马拉松比赛 2002年 李鸿偶然接触羽毛球 他觉得羽毛球不仅能练体能 而且很有趣 就此一发不可收拾 迷上了这项运动 开始经常和朋友一起相约 每周打三至四次羽毛球 坚持至今 不服输的六脚狼李鸿 是一位有股很近和不服输的人 这层他取的网名六脚狼就可以看出来 他说那是2000年 他第一次上网就取了这个名字 一直没改过 提起这个网名 李鸿说 狼是比较野性的动物 而且狼也比较智慧 狂也又专注 我比较喜欢户外 喜欢去探险 所以我觉得我的性格里面 或者说我的爱好 里面也具有这种狼性 叫六脚狼是有一点奇葩的感觉 自我感觉略微有点与众不同 比较具有个性的那种 所以就叫了这名 2002年 一位朋友带李鸿去打羽毛球 叫了一位17岁的小妹妹 跟他打单打 那时的李鸿还从未在室内打过羽毛球 最后他才得了两分 不服输的李鸿便开始参加羽毛球运动 希望尽早把羽毛球打好 他身边有不少喜欢打羽毛球的朋友 便常常约着一起打 很快 李鸿体会到了羽毛球的趣味性 同时还能练体能 便坚持了下来 李鸿的混双搭档刘百忧说 李鸿虽然没有专业学过羽毛球 但他却花了不少时间 研究各类羽毛球赛事的视频 观察高水平选手的比赛 他用心动脑地去揣摩怎样打好球 我经常调侃李鸿是比赛型选手 越是强的对手 越能激起他的斗志 六脚狼名不虚传 2017年 李鸿开始参加各种羽毛球比赛 获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 正当比赛上瘾的阶段 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 造成出行很不方便 那三年里 全国各地的比赛基本都叫停了 这可把李鸿憋坏了 一路欢声 一路凯歌2023年 在全国各大业余赛事 陆续恢复正常后 李鸿便马不停蹄地全国各地参赛 而他的朋友圈 也记录了这一路的开心快乐 在交通便利的时代 在众多出行快速的交通工具中 李鸿选择的却是绿皮火车 已经退休的他 不用忙忙碌碌地赶时间 和球友们一起坐着绿皮火车 全国各地游走 边旅行边比赛 一路欢声笑语 8月 成都来回50多小时的绿皮车 4天 3000多公里 参加东西南北中成都大区赛 再有 众多专业退役高手的情况下 获得混双亚军 男双第五名的成绩 从而拥有了参加郑州总决赛的资格 第一次到北方参赛 感叹祖国的幅员辽阔 能处在国泰民安的盛事 甚是欣慰 两天的比赛 遭遇了众多高手 取得了一金一银的好成绩 谢谢搭档谢总和曲姐 谢谢谢总几天的陪伴和无微不至的观照 谢谢朋友们的热情 六天五晚的深圳之行结束了 在这六天中 打了六场羽毛球 会了八方朋友 这些朋友 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情趣类同 有着相同的爱好 有着相对单纯简单的生活方式 而玩到了一起 大家在一起 没有利益上的交际 没有职场 官场上的艰辛和烦恼 有的只是在一起运动流汗 喝酒唱歌 忽悠调侃 随时都是欢声笑语 我们喜欢这种轻松健康 惬意充实的生活 两天的长沙赛结束了 这次比赛 由于有世界冠军熊果宝的参与 而似乎显得高大上起来 深感运气不错的是 我们竟然和熊指导 在同一个小组 最后转了 一个大圈 在决赛中再次相会 在一个赛事中 能和前国手打好几局 收获颇多 也深感荣幸 感受到了自己和熊指导的差距 还需继续努力进步 在混双比赛中 能和百优格格 百优是正皇旗满族人搭档 忽然有了自己 是贝勒的感觉 最后能获得冠军说明 我们还是蛮搭的 希望今后能继续 三天的荣江混合团体赛结束了 结果略逊预期 获得了季军 但我们在赛场之外 感受了远超预期的收获 我们在最热闹的县城 得到了最热情的款待 体验了最热烈的快乐 充分体验快乐健身的羽毛球精髓 期待再次相聚 从酷暑的南昌 来到了因为村超 而逐渐知名的贵州荣江 以荣江队的一员 参加荣江混合团体语 毛球赛 荣江是以洞族和苗族为主的 少数民族县 有独特的建筑和民风 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受 球场上参与抢救生命 李鸿说 我的本职工作是教师 第二职业是医疗器械销售 这些年经历很多 收获很多 打羽毛球成为我的一大收获 最重要的是 从中享受了快乐 健 康 充实了生活 在近期的一次比赛中 发生了一件事 让我成为一名在球场上 抢球生命 战胜死神的参与者 更加感受到健康的重要性 2023年4月29日下午2点左右 在广西吴州市举行的 全国第二届65岁以上 中老年羽毛球赛上 原老组团体赛 G组的第三场混双比赛进行中 湖南省湘宇对球友刘哥出现意外 他因心肌肥大 加上几天运动过量 造成心脏骤停 当场倒地 不省人事 当时 在球场上的退休医师 兰州球友赵静爱 和佛山的李红 南宁的维庆文 吴州的廖红 平 郑州的杨松林 青岛的维星等 有医务经验的球友 分别从球馆的四面八方冲过来 参与了争分夺秒的抢救 因现场抢救及时 刘哥又送到当地医院救治后 得以迅速恢复 大家在赛场上 齐心协力抢救生命的经历 让李红深有感触 他说 能够用上自己的一技之能 救了一个鲜活的生命 这是最令人欣慰的事情 据李红介绍 那位刘哥 现在身体恢复得不错 2023年国庆长假期间 刘哥还去上海 参加了华人杯的比赛 良好的体能 是取得成绩的保障 李红对此颇有心得 2023年 全国中老年羽毛球邀请赛 在湖北实验奥林匹克中心举行 参赛人数众多 且高手云集 李红是混双和男单奸相 两项的淘汰赛 都在同一天进行 而且淘汰阶段 都是从32进16开始 当打到半决赛和决赛时 相当于21分制的比赛 一天打了20多局 一向体能好的李红 都感到体力不支了 当男单半决赛 打到27比23领先时 李红实在打不动了 最终以28比31 被对手逆转 在混双决赛即将上场时 李红的两条小腿 开始抽筋 经过医疗战的简单处理 喷了三次药 才勉强上场 这期判判流